可是這種大家感覺起來 好像小孩子在吵架的用語的背後 我們到底還能夠看到 一些什麼樣的訊息呢 美國不表態不行 因為他才要這個 在歐巴馬政府才說 又要宣布再回來了 而且就是這個Susan Rice 他的國安顧問呢 在20號已經發表演說 在Georgetown發表演說 就說要美國再回來 他重新肯定那個再平衡政策 那這個時候假如說 這個因為中國大陸 要防空識別區 你可以看到 這個美國就完全沒表態 完全讓日本屈服 日本飛機這有差別區別待遇 所以美國飛機 說中國大陸不敢打 但日本飛機就很難講了 那就插槍握握的可能性 就大為增加 那麼我認為至少 打下無人機的可能是有可能 日本也有無人機 那麼另外一個情況呢 就是說美國在這個 宣布再平衡的時候呢 假如示弱的話 他無法帶動將來這個 亞太地區的那些小夥伴 小盟國 那麼所以在這裡面 美國非要表態不可 那我覺得這個中國大陸呢 這次已經開始採取一個低姿態 他從台灣海峽過 沒有直接到釣魚台 釣魚台那個海運附近 算是一個我認為是一個降低衝突的 這也是留下一個談判的空間 拜登來的時候呢 拜登是12月9號來 那麼12月1號就要到南韓開始 那麼這個時候呢 假如說是美國不表態的話 那這個沒辦法 做亞太地區老大哥 所以說這一定要來試驗一下 但是雙方都演戲也能好 美國是B-52轟大機呢 說已經表明了 我說例行訓練 而且早就安排好的 另外呢我這上面不帶武器 那中國大陸假如說打下來 那中國大陸就離虧了 所以說中國大陸也很聰明 我的航空母艦也是早就安排好的訓練 所以說要本來是先放置畫 可能要經過釣魚台 但最後呢就走台灣海峽 那也是比較低調 雖然它經過它自己的防空支配區 所以雙方呢 這算是虛晃一招 在我看來是花拳秀腿 完全沒有武器 沒有是帶武器的轟炸機 跟一個只是走台灣海峽的航空母艦 基本上是一個出花拳一個出秀腿 所以雙方是平分秋色 還分不出高下 但是也不會說緊張形勢就馬上上升 不過怎麼都這麼巧合 你現在的動作都說 其實我早就已經有這個計畫了 我把崗位兩位教授的話補充一下 ADIZ根據國際法裡面規定啊 是不可以擊落任何 你不管民航及軍機 這只是一個預警嘛 就是你你報備一下嘛 你不可以用那麼激烈的手段 但是合法可以採用的手段 是什麼監控 我飛機給你並行 我來看你是你是幹什麼的 或者要求無限電你回我話 你是哪家航空公司的 你幹嘛的 所以第三個就是說 它給你用雷達鎖定你 雷達鎖定有分很多種 一種是民用雷達鎖定你 還有一種就是我軍用飛彈的雷達鎖定你 那就是很嚴重的警告 我說備而不用 你假定有侵犯的意圖的話 我可以把你擊落 所以基本上剛剛林教授講的 中共的正式發言人講的是 採取積極的防禦措施 必要性軍事防禦 所以這個跟那個國防部放話就不一樣 因為全世界的國防部跟外交部跟這個 我就有這個作戰的準備 意思就是他的立場要講 你養我幹什麼用的 我花那麼多錢國防預算 我什麼在這上面沒有表現 所以我們來觀察 每一個部門發言的角度是不一樣的 是互為表裡的對不對 互為表裡的 所以這個東西也不把它直接引申到說真的會打起來 你要曉得習近平上台 他的基本國策是什麼 鬥而不破 你把這四個字啊 想一想 我可以跟你鬥 鬥爭 我們爭取國家的權益 或者我的利益 或者我的勢力 或者我的地位 是鬥 不破的意思 不要引起戰爭 引起戰爭的話 沒有人佔便宜的 大家經濟上都受很大的傷害 所以基本上我剛剛講 緊張會有的 這跟2000年的時候 美國有一架P-3 飛過這個中國大陸沿海 EP3 EP這個電子偵測機 中國有一個飛行員 忙忙忙忙上去 就在他上面監控 監控還不是說 還在他面前做這個 就是說緊急垂直下降上升 結果碰 那個時代跟現在的解放軍 可能有點區別了 那個時候還把他當成民族英雄 因為他個人的這個衝動 就是他講的擦槍走火 做了太多 那現在我覺得 雙方大家都可以在控制 under control 你剛剛講的不是B-52 不帶武器 不帶武器 也要跟你講一聲 這個遼寧好 我去私行 也是例行工作 這就是雙方在有限度之內 放話做姿態 最後的結局就是 馬英就講的這個東西 因為你逗到最後 誰會為一個釣魚台 一個主權真的打嗎 所以馬英就講說 你們搶來搶去 也不過就是為了東海利益 利益均沾大家平分 大家擱置爭議 你不信你看好了 今天看起來是好像 講了沒有什麼用 講了話過早了一點 我敢在這邊預判 觀眾可以花幾個月時間看 到了最後 釣魚台會打起來嗎 不會 那爭議怎麼辦 擱置 擱置 國際上很多國家領土爭議 都是擱置的 因為不值得為它 弄起一個世界大戰 擱置爭議下面 比較好的結局就是 我們談談你拿7分 我拿3分 這個油田開發 你可以享用 那個可以享用 這是最好的結局 我覺得我比較重視是它第四點 就是國安會 然後在外交部的網站裡面 有公佈的 這第四點 第四點就是說 要跟其他各方 這個密切的溝通 那其他的各方的話 這個當然就是有很多的意涵 包括跟日本 包括跟美國 包括跟南韓 然後因為這幾個 除了美國之外 包括美國 包括日本 包括中華民國 我們的皇宮四北區 都是有因為這一次 中國大陸所化的 皇宮四北區 然後有部分的這個重疊 所以就是說 假如第四點 是要跟其他的各方 密切的溝通協調之後 我覺得這個字 國安會包括外交部 還必須要 的確要做到這一點 所以就台灣所做的 不能就是跟其他各方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這部想請請小老師 帶我們來了解 這背後的原因 為什麼中國要這麼做 除了剛才講到 其實像日本 像韓國更早就去化了 這個航空識別區之外 有一個說法 是因為在三中全才 剛剛落幕之後 那麼日本的產經新聞 就一篇報導 說是引述中共黨內人士的話 說認為習近平在上台 將近一年的時間 他的內政 不管是經濟上 環保上 治安上的很多問題 沒有處理得很好 所以他必須透過對外強硬 來鞏固自己內部的政權 您覺得有這一層因素存在嗎 我認為他內部問題當然有很多 但是不代表他的權威下降 他的領導權威我覺得還是蠻高的 而且黨政軍特一把抓 所以說目前他來的權力穩 基礎上是沒有動搖的那種跡象 但是我覺得他是兩手 兩邊都要抓 一部內政也要抓 內政包括經濟 其他的維穩 那麼外交上他也要表示強硬 因為日本最近也有一連串的動作 就是除了去年國有化之後 那麼他還有一連串的動作 就是要擴大防空識別區 這早就有討論了 那麼他當然也要先表態先發智能 另外日本最近也要跟美國 強化安保指針要修正 那麼另外還有他自己的防禦指針 日本自己的防禦指針要加強 那麼這些都是有大動作 再加上美國國安會 這個國安顧問的Susan Rice 最近在George Town發表演說 也說是要支持日本 把日本就是中國當中 最重要的兩個國家的一個政策 那麼這個當然是認為 他認為是美日是站在一起 建制中國 所以他必須要建 我想他沒有說是建制日美 他是建制日本 日美的話他中國大陸現在 還沒這個能力 所以說中國大陸批評人家是紙老虎 其實在這一次是有點讓人家可笑 因為他自己反而說回去了 沒有說真正的朝這個釣魚台 當然那也是從好處來講 他這個是降低緊張形勢 也是減少衝突的這個可能性 但我覺得這次雙方還在放話階段 放話階段其實是為了談判 當然拜登要過去了 但是這個事情一發生之後 反而會加強美日合作 這可能中國大陸有時候為了表態 為了強調釣魚台主權 他沒想到這樣子反而坐實了 美國認為大陸就是擴張主義者 或者是一個侵略主義者 那這樣子來看 反而是 而且美國有位智庫學者 波尼格雷斯說 中國大陸這次同時得罪了不少國家 那可能不太聰明 所以中國大陸這一次 同時得罪不少國家 中國大陸他怎麼回 他說這些這個爭議 不是我挑起來的 我不是挑釁者 他說是日本先開始的 真是這麼說嗎 我們先進段廣告 等一下回來持續討論 沒錯 在中國公布了他們掛定 這個東海防空識別區的範圍 之後他們同時也說 任何要通過這個區域的飛機 必須要來跟他們先進行通報 否則剛才有講到 他們可能會採取必要性的軍事防禦 那麼進步看到了 像是在台灣 台灣的民航機 會飛過這段防空識別區的 主要是飛往中國 還有大部分是往日本跟韓國的方向 大概算起來一天有100班左右 我們這邊是已經都提出了 相關的飛航計畫書 但在日本方面 原來他們的航空公司 像是日航 還有像是日亞航 他們原來是已經向中國 提出了相關的計畫書 後來日本政府出來了 說不准 現在通通都不會提計畫書 安倍大喊不能接受中國大陸新畫出的東海防空識別區 最北到濟州島西南海域 最難把整個釣魚台全部畫進去 大陸說這個是為了捍衛主權維護空中 秩序符合國際慣例 並表示任何飛機在防空識別區內飛行都要通報 否則必要時將採取軍事防禦性緊急處置 由於往返台日之間的國際航班 路線涵蓋在大陸新畫定的東海防空識別區內 為了慎重起見 日航與全日空已經著手向大陸提出飛航計畫書 中國側の措置は我が国に対して何ら効力を有するものではなく 中國側に対して国海上空における飛行の自由を妨げるような 一切の措置を撤回することを求めております 中方 華社 東海防空識別區 日方 說三道四 毫無道理 是完全錯誤的 所謂的防空識別區是為了防止領空被侵犯 在領空外側畫設一定範圍 對可疑飛機及早進行身份查核 但在國際法上這不是一個確立的概念 因此並非每個國家都有畫設 也經常發生識別區重疊的情況 例如這一次中國大陸新畫設的防空識別區 之所以跟日本的重疊 是因為中日雙方都讓航空識別區 超出中日東海中間線 殊不知1969年日本華社防空識別區時 竟把東海四分之三的空域滑了進去 其防空識別區距離中國大陸 最近處只有130公里 這才是真正十分危險的單方面行動 多數評論分析 大陸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 明顯是針對日本為了釣魚台 根據日本防衛省數據 自從去年9月 日本把釣魚台國有化之後 防空自衛隊因為大陸軍機入侵 明顯是連鎖フォー